8月22日,浙江台好声音节目风波仍备受热议,各个新瓜层出不穷。 在这个街骨眼上,知名歌手海明威出面发布了一段文字,疑似是在揭露好声音的内幕,并将矛头对准了那英姐妹两人。 据悉,海明威曾凭借着一首《老人与海》,火遍了大江南北,而她本人也曾参加过选秀。 她这次顶着压力,在公众平台上发布了一段文字,称,最黑的就是两姐妹,一个制片人一个导师,不签约就别想晋级。 下面选角小导演问选手一个转身收几十万的不计其数。 海明威也表示,自己之所以愿意发声,正是因为她也是选秀出身的,太能理解选手的心情了,所以倍感气愤。 虽然海明威并没有点名道姓,也没有直接喊话节目组,但是结合这段时间的风波,许多网友也表示,一看就知道她在说好声音,以及那英姐妹。 不过这段文字发布没多久,就已经被人举报,看不见了。 海明威也发了一句话,和谐社会,大家栖息快乐。 除了发文,海明威还转载了李文学员为李文说话并痛斥节目组的文章。 海明威表示,终于有人说真话了,我以一个职业歌手的立场告诉你们,真相比这个可怕一百倍。 除此之外,她还隔空喊话中纪委,希望有关部门赶紧调查去查一下。 之所以牵扯到了那英姐妹,是因为此前曾有网友扒出那英的姐姐兼经纪人那新是中国好声音的创始人,还是灿星公司的大老板。 而那英更是担任了八七好声音的导师,还曾有好声音的学员曝光,被那新等人骗着签约等往事。 事后,那新发文回应,表示自己现在并不是灿星的老板,不过也承认了之前曾在该公司工作,也同时否认了学员的爆料,双方各执一词。 就在舆论欲演欲裂后,某音乐节主办方出面发文,称原本要于近日参演的那英,自称身体欠佳,请辞了演出。 这也被网友猜测是不是在避风头。 同样在8月22日,上海春浪音乐节发布正式公告,称那英因身体原因,将请辞本次演出活动。 对此,节目方深表歉意,并对大众承诺,未来的音乐节里,一定会再次请那英登场。 对于这个消息,不得不说太遗憾了,毕竟上海春浪音乐节早在年初就已经邀请了那英,而那英也很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临近开眼,竟然出了这种事。 因此,不少网友也劝说那英,不管什么事,身体要紧,好好休息,以后还有机会参加音乐节。 不过,更多的网友却是一副看热闹的样子,认为那英其实没有生病,就算有病,也是被气出来的。 还有网友评论称,那英现在处于风口浪尖上,是不可能轻易露面的,所以找个借口躲着。 要不然,到时候气氛热烈,真成了众矢之地,再被人发出来,这老脸往哪歌。 再说,节目方也不希望因为那英背后的争议,导致活动出现什么差错,所以不参加对彼此都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真的在现场被抵制,那后果不堪设想。 可能那英可能想不通,为何会被反噬? 其实这不过是,没话语权的打工人,被欺压了太久,一点小小的反抗而已。 据了解,自从刀狼发布新歌《罗刹海事》后,那英是被牵连最深的人,无数网友纷纷跑去视频账号下评论,各种讽刺和谩骂。 对此,那英也从未做出回应,自己的账号也没有做尽研设置,任凭网友们肆意发泄。 可谁能想到,罗刹海事风波还没消停,中国好声音又因李文录音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而那英作为该节目参与次数最多的导师,自然也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截止目前,那英视频账号下的评论数量已经再次创下新高,突破了一千万条。 尽管多数都是吐槽的声音,但这个记录也算是刷新了大众的认知。 刀狼开通短视频账号,短短几天内涨粉五百万,而且一个作品都没发布,而那英是什么都没做,被网友们怒刷了一千条留言,这一对比,真的是好笑又讽刺。 所以说,现在的那英正被架在大火上烤,哪里有他的身影,哪里就会有骂声。 即便是想解释什么,估计也是无济于事。 因此,还不如低调行事,等一切尘埃落定再说。 据网上爆料,中国好声音的创始人那英,是那英的姐姐。 这段时间里,该节目被曝光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以至于那英姐妹也被殃及。 不过事实上,那新只投资了中国好声音的第一季,后续因与节目方理念不合,选择了退出。 所以,大家还需理性看待。 至于那英,的的确确确实担任了好几期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带出了三个好声音冠军,分别是梁博、张碧晨、张磊。 尽管成绩不错,但那英的风评并不好,尤其是那一届她没有选择周深,让很多人都表示不满。 所以,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内幕,谁也说不清楚。 但值得一提的是,歌手海明威在关注这件事后,专程发文疑似吐槽中国好声音。 她表示最黑就是两姐妹,一个制片人一个导师,不签约就别想晋级。 下面选角小导演问选手一个转身收几十万的不计其数。 而在8月20日,海明威就有发文表明自己的看法, 称这个节目黑暗圈内公认的了,只是大家都不想得罪人,全部都是在演戏。 节目就是他们俩姐妹的搞钱工具,真是苦了太多太多的好歌手了。 本以为海明威是知道点什么,结果在发文没多久,她就删除了内容。 这让不少网友表示迷惑,认为她是在蹭热度。 但不管怎样,中国好声音存在很多问题,而那英与其有很深的关系, 自然也摆脱不了被质疑的声音。 无论结果如何,这件事之后,那英的黑粉会是越来越多。 前一段时间,那英的短视频账号发布的最新动态评论数量正式突破了一千万。 而恰巧,在一个月前,刀狼发布了她的新歌《罗刹海事》。 两个事件的时间点巧合地交汇在一起。 近日,那英再次成为热搜话题,但这一次与之前与刀狼的争议不同,焦点集中在李文和好声音上的波折。 据透露,在李文生前的一段录音中,她情绪激动地揭示了节目组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尽管她患有腿部疾病和乳腺癌,但她应对节目的热爱而坚持下来。 然而,一系列的打击接连而来,如波浪般涌向她,不公平的比赛规则,强制离场,无理的嘲讽,甚至因站位问题导致她跌倒,最终加剧了她的病情。 节目中,一位名叫柳黎的导演因与李文的冲突引发重怒。 她的行为明显超越了导演的职责范围。 当她受到质疑时,她的回应更加引发公众愤怒,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形象。 然而,背后的真相复杂重重,与纳因关系密切的纳心浮出水面。 纳心不仅是好声音的创始人,还是纳因的亲姐姐和经纪人。 一旦这种关系被网友揭示,引发了对节目幕后运作机制的好奇和质疑。 人们不禁思考,为什么只有拥有少数几首代表作的纳因能够成为节目导师。 网友们纷纷在纳因的评论区展开热烈的讨论。 有人说,难怪纳因一直在导师以上稳坐不动,原来有个亲姐姐。 也难怪那三个导师会联手抨击刀狼,原来大家都在为保住导师的位置而努力。 还有人戏称,内部勾结从不缺乏高雅的外衣,这是历史上的常态。 也有人直言不讳,姐妹携手合力捞金,所以导师汪峰和杨坤在过去贬低刀狼时,或许是为了保住导师席位。 虽然纳因的唱歌才华和声音才能无庸置疑,但是她的创作能力有限,作品数量有限,这使得她成为导师时引发了许多质疑。 随着自称为素人提供公平音乐竞技平台的好声音节目逐渐崩溃,纳因作为导师的资历也受到了部分网友的怀疑。 纳心和纳因二人都出生于医学世家,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们本应遵循高尚的职业道德。 然而,一旦踏入娱乐圈这片三寸黄泥地,他们却开始随波逐流,完全打破了规则和原则。 无论是田镇事件还是刀狼事件,纳因所谓的坦率直率给她带来了不少负面新闻和隐患。 虽然这些年来,这对姐妹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眼光,使纳因的事业不断攀升,但是当潜在的风险爆发时,舆论的洪流也将无情而来。 此外,多届好声音节目中有许多优秀选手被无情遗漏。 起初,人们可能只将之归因于娱乐圈的残酷和机遇的不可预测性。 然而,随着李文通话录音的曝光,人们开始关注节目是否存在不当操控和暗藏的利益。 纳因和纳心的行为引发我们深思,权力和地位是否会让一些人丧失基本的道德底线。 作为好声音的创始人,纳心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它的行为不仅关系到个人品德,还代表了这个节目的公正性。 此次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好声音运作方式的关注,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娱乐节目应当如何保持公平和真实。 这一事件还表明,公众对于娱乐圈的期望并未改变。 人们希望在这个领域中看到更多的公正和真实,而不是幕后的阴谋和欺骗。 李文的披露无疑是对这种期望的回应。 无论是刀狼的沉寂还是李文的离世,都是音乐产业的重大损失。 人们期待纳因对此做出正式回应,同时也期待好声音节目组能够对事件做出完整的解释。 这个事件引发人们对娱乐节目运作方式的关注,也唤起人们对于公平和真实的关切。